各位消息要來看到就是美國的商務部 今天將42家大陸企業 列入政府出口管制清單 因為他們說這些陸器 對於俄羅斯的軍事國防工業基地 來提供支援 俄羅斯從中獲得了 美國原產的機體電路 並且用在俄乌戰爭上頭 透過出口管制 這些大陸企業將會更難獲得 美國的貨源供應 根據華盛頓郵報在昨天報導 白宮現在已經在安排 在11月份的亞太金河會 就是APEC的峰會上頭 美國總統拜登跟大陸國家主席 習近平的會面事宜 而拜登在7號的時候就被問到 是不是真的會跟習近平來會面呢 他表示是有可能了 來聽一下他的說法 氣候變遷的關係導致每一年的夏天都越來越熱 不只歐洲在秋天的時候沒有像過去的秋高氣爽在阿爾卑斯山的最高峰白朗峰現在更被研究人發現已經大縮水下降了2.22公尺 登山客可能都不知道他們爬的山已經變矮了 這也成為22年來的最低點 白雪矮矮 登山客裝備齊全 手指拐杖 一步一步登上最高峰 競賞美景 不過阿爾卑斯山最高峰這兩年整個大縮水 由於夏季降水減少 白朗峰過去兩年來高度近下降了2.22公尺 只剩4805公尺 專家表示這是22年來最低點 相較於2007年的巔峰狀態 從2013年以來白朗峰高度年年縮水 氣候變遷導致異常高溫 讓白朗峰容雪速度增快 氣候變遷確實正在改變地貌 而盡頭轉至歐洲 陽光 沙灘 比基尼 民眾抱著衝浪板直直往海裡衝 葡萄牙里斯本的海灘擠滿人潮 雖然已經入秋 但不用急著抓住夏天的尾巴 因為夏天根本來著不走 9月的歐洲依舊艷阳高照 不知葡萄牙 西班牙 義大利 波蘭等 歐洲各國也十分暖和 人類已經經歷最熱夏季 9月份又出現最熱高溫 讓今年成為史上最熱的一年 記者綜合報導 大陸今年的十一長假為期八天 在昨天落幕了大陸國內的旅遊出遊人次 高達了8.26億人次 比去年還要增長了七成 旅遊收入更是創下了7534億 人民幣的驚人紀錄 相當於是台幣的3.336兆元 好 昨天是出遊旅程 他們返程的最高峰 大陸的交通運輸部就統計 9月26號到10月6號 全大陸的流動量 累計高達了21.97億人次 整個假期 城鄉居民的出遊意願和旅遊消費 一直維持在高位運行 創造了有監測紀錄以來 歷史上最高的旅遊熱度 平均下來每天有超過1億人的出遊 每天創造了超過1000億的旅遊消費 畫面上可以看到在上海的外灘 可以說是人潮相當的驚人 只可以看到人頭觀光景點區 人多到沒有辦法走動 而今年的大陸黃金州的假期 跟原先官方統計的數字 是有一些落差的 出境旅遊 沒有恢復到疫情之前的水平 而根據大陸的國家移民管理局 現在估算今年的假期日出入境的人次是158萬人次 相較於2019年疫情之前的198萬人 還是有些落差的 但是在這8天的假期依舊是帶動了大陸整體經濟 創下了3.36兆台幣的旅遊收入 我最近試了一個東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給大家 那就是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吃了兩三天真的有明顯的感覺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質變好囉 那你知道睡得好呢 整個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專注 當然情緒也就變得更好了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我才認識了這個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益生菌所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的正常運作 而且呢還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強大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禮物 而您知道嗎 有上千篇國際研究證實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是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的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總的平衡 這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於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們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輕輕鬆鬆 沒有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deal feel good 請上快點GO 為健康下單 也記得輸入推薦碼 有額外的折扣喔 成功的脅迷 Ensuite,解放 homes 小線 universal 你ْ過保養 小鈴 市貸自包 其實武 heritage